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花台区有一座明朝开国功臣墓 就在这座墓的一侧竟然还有一座公主墓 这里就是我国发现并保留的唯一一座 保存完整 结构复杂 规模宏大的明代公主墓 福清公主墓 随着咱们探访的这座墓也被称为八女墓 因为墓主人是朱元璋的第八女 名号福清公主 大家看 这两排还有诗项笙 这可不是公主墓的诗项笙 它是明朝开国功臣邓玉墓的诗项笙 也说这座公主墓是在明朝开国功臣的墓园中 当然说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 一座公主墓怎么会在明朝开国功臣的墓园中呢 其实这座墓它是后来签过来的 福清公主墓是在1998年发现的 墓是保存完好 但早已经被盗了 后来是经专家和南京市文物局决定 将福清公主墓异地重建 也就迁到了现在邓玉的墓园中 接下来咱们继续寻找 应该是从这个方向 从这儿下去应该就是了 大家看 这有一棺床 据说这个是福清公主儿子墓里的棺床 因为在这个附近不光有福清公主墓 还有他儿子的墓 所以推测这个棺床应该就是 他儿子墓室里的那个棺床 在棺床的对面大家看还有一座文宝碑 南京市文物宝单位福清公主墓 从这儿下去应该就是公主的墓室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清公主的墓室了 咱们常见的明代古墓 它的墓室基本上都是用普通青砖砌砌的 但这座墓非常特别 它用的是刻有名文的城墙砖 从这就可以看出这位墓主人的身份不一般了 这座墓呢它是分为前室和后室 中间有隔墙 在居中的这个位置原来有一道墓门 但如今已经腐朽了 没有保留下来 接下来咱们进入它的后室看一看 进入后室首先会发现三个方向 够一壁堪 这就是用来摆放随葬品用的 在居中的位置大家看 这就是观床了 在前几年有一个热点新闻 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看过 就是有人没有地方住了 他直接住到墓室内 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直接就躺在观床上 这个观床是用来安放观果的底座 也说当年这位公主就躺在这个地方 这座古墓的墓主人 扶琴公主 作为朱元璋的女儿 从小就享尽荣华富贵 但谁都不会想到 这位公主的后半生 是在丹京兽帕中度过的 扶琴公主是树珠 她的生母是郑安妃 这位公主从小就很聪慧 对于琴棋书画无一不同 朱元璋对这个女儿是非常的疼爱 后来朱元璋就把女儿 喜配给了开国功臣张龙的儿子 叫张玲 婚后两个人的感情特别好 很快就有了一个儿子 本以为会这样幸福的生活下去 可万万没有想到 孩子在五岁的时候 丈夫就去世了 关于公主丈夫去世 在一些文献中 说是在朱棣时期去世的 但后来在公主儿子的墓制中 有明确记载 驸马张玲去世时间是在鸿武28年 也就是说 这位驸马 还没有继承她父亲的侯爵 就去世了 又过了两年 公主的公公张龙也去世了 这个时候 张家一下子就衰落了下来 更让公主想不到的是 不久后 父亲朱元璋也驾崩了 此时 福庆公主为了儿子的前途 只能去求自己的侄子 建文帝朱英文 希望看在自己父亲的面子上 帮忙照顾一下他们孤儿刮母 后来因为建文帝召集削帆 导致朱棣发动静难之意 开始起兵对抗朝廷 最终咱们都知道朱棣胜利了 成为大明帝国的新皇帝 这就是明成祖 朱棣成为皇帝后 这位牧主人扶清公主害怕了 赶紧跑去求他四哥 很可能是因为战队的问题 当年公主儿子的侯爵 虽然是他爷爷 在战场上拿命换来的 但是呢 是建文帝朱英文批准继承的 这朱棣肯定不能忍 根据史料记载 说明成祖朱棣登基后 马上削去了这个外甥的爵位 从这就可以看出啊 是福庆公主战队的问题 触怒了朱棣 导致儿子的削绝 后来也是因为福庆公主的关系 才保住了儿子的性命 到了永乐十五年 福庆公主去世了 中年四十八岁 两年后 公主的儿子也去世了 中年三十岁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六百年 那些功名富贵恩恩怨怨 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了解写了 这两个人 感谢观看